Hello 歡迎大家收聽星期二娛樂 今天是2022年4月7日星期四 好 免得悶親大家 我就直接開始我的節目 免得說那麼多廢話 我怕有時說太多廢話會很悶 台灣主持徐希緋 主持訪談節目叫做小姐不希緋 上個月底的其中一集 裡面有一個女嘉賓叫小小 在節目中自爆曾經跟韓國男子天團的成員 小S立刻就在現場咬耳 跟小小就咬耳 聽完他說完那個答案 那個男星的名字之後 露出很驚訝的表情 從他的表情證明那個男星的知名度似乎都挺高的 不能夠開名說是哪個男星的原因 其實跟小小所提及 認識這位男明星的經歷就有關 我們馬上聽聽這個小小 跟這個 韓國男團的男明星相識的經過 當時那個男明星 所屬的男團 就去到台灣表演 而他就經過朋友 就認識了那個男明星 之後也都飛過韓國 偷偷見面約會 而有次 這個對方約他 約小小去夜店 期間就有拉他去 一齊去武士跳舞 這些基本東西 去夜店 甚至將他推到喇叭旁邊 就激吻他 最後更加想拉他去廁所 就發生這個關係 小小當下子就覺得很誇張 所以就拒絕了對方 一聽這些情節都知道是玩家 這些人 當時 小S 就即場跟這個小小 咬耳 就聽到 問一下他的男星 究竟身份是誰 那個女生 都在耳朵邊 說了他 小小在耳朵邊 說了給小S 聽 然後小S 第一個反應就是 噢 那麼紅 因此 因為小S這個反應 就令到台灣的網民討論 網民就用這個 韓國男子天團 為線索就在估 好了 即時來個神探加利略 或者金田一的發生 嗯 有機會 即是這樣代表是一些 很喜歡夜蒲 又喜歡 認識其他國家的女生 即的明星 似乎就 這樣就線索收窄了 好 那網民就覺得 會不會是Big Band的成員 即是前成員 勝利呢 因為他都不止一次 被台灣媒體 就報導過他去台灣工作的時候 就暴夜 夜店 亦都被不少台灣女生 就說 其實是 即是他們曾經試過在這些夜店 認識到 勝利 這個也是台灣普遍的 就是網民 都是覺得 就是 懷疑 鎖定人物 就是 Big Band的勝利 不過其實由於大S 跟巨進業結婚這件事 令到小S在韓國的知名度 也都有所提升 所以節目的內容 還要提及這個 韓國男子天團的成員 的塗飾事件 引來都有一些 韓國的網民去關注 而韓國網民 對於這個男星的身份 又有另一番推測 不少人覺得 見到這個 被邀入廁所發生關係 這個字眼 就已經想到少少 是不是在說 曾經這個 南團 東方神喜 以及JYJ的成員 撲友天 事關2016年 曾經有多名女子 出面的兇鬍 就說在廁所 被撲友天 強迫性交 雖然撲友天最後 被判無罪 使脫了性侵的罪名 但是由於 他們都被證實 曾經在廁所發生關係 外界都認為撲友天 似乎 就有這個 廁所癖好 喔 簡單點說 台灣網民 猜的 就是 BIG BANG的勝利 因為 他喜歡 蒲野店 而韓國網民的 另一番見解 就是說 因為從這個廁所 去推斷這個人 就是撲友天 而那個人 究竟是誰 就真是無從稽考 曾經跟多拉A夢的作者 叫做 藤本宏 筆名 藤子F不義雄 長期都共用 藤子不義雄 這個筆名 發表作品的日本漫畫家 藤子不義雄A 今天就在川崎市 入面的家 去世 中年88歲 在1934年出生於富山縣的兵建市 小學時代就跟藤本宏相識 即是多拉A夢的作者 中學畢業之後 他就在新聞社 文藝部擔任這個 超像畫的繪畫 和採訪報導 直到1954年 在藤本宏 一起邀請他 離開了新聞社 跟他一起 成為了漫畫家 一起去了東京 藤子不義雄A 他由1951年開始 畫漫畫 主要的作品都有 引者小凌晶 怪物小王子 職業高爾夫元侯 笑聲 等等 去到1987年 由於他跟藤子F不義雄 他的創作風格 有點不同 就拆火 之後就用了藤子不義雄A的名字 去繼續做漫畫家 1996年 他在藤子F不義雄 的壯麗上 被問到會不會幫藤子F不義雄 在多拉A夢 那裏執筆 但是藤子不義雄A的回應 都很囂張 他說 唉 這些是我沒辦法 畫出的作品類型 之後他就在08年 獲頒這個旭日章 其實他兩位 如果不是那麼熟悉 這些漫畫 都真的會撈亂了 我今早一聽到這段新聞 咦 藤子不義雄 不是死了很多年了嗎 多拉A夢的作者 不過其實我也不習慣叫多拉A夢 我覺得那個叫叮噹 不知道什麼時候開始 為什麼會叫多拉A夢 我不習慣叫正香 我喜歡叫正義 暴露年齡系列 這個真是 所以 不知道 咦 他不是寫了很久 原來是兩個人 原來是忍者小凌晶的作者 忍者小凌晶裡面 有很多感覺 跟多拉A夢很相似 本來我自己也不是太熟悉 這方面的東西 所以今天才 真的知道 原來 平時真的沒有留意 因為 很快又來到每日一MIRROR的時間 今天因為我要出有些事做 所以那節目就錄得短一點 希望大家不要介意 MIRROR身為人氣男團 有很多粉絲支持 大家都知道 但由出道開始 MIRROR的成員 都不 不單止試過一次 被CJ的粉絲騷擾 嚴重影響工作和日常生活 不過日前有疑似粉絲的CJ 將工作人員 對他們的態度 製成了一條片 放上Youtube 反控訴 被MIRROR的工作人員 無禮貌地對待 姜濤 亦沒有出手阻止 工作人員的行為 正所謂人紅是非多 日前有疑似姜濤的Fans 在連登討論區 開了個Po 就說 MIRROR的工作人員 無禮對待Fans 又分享 拍到工作人員 罵Fans 推Fans 以及對Fans 舉終止的影片 其中包括了 上個月底 MIRROR他們幾個 復工拍季前賽的時候 Fans 在路邊 拿起手機拍攝 拍攝影 被一個女工作人員 質問她們的影片 看那條影片 就說 工作人員就懷疑 這兩個女粉絲是記者 擔心劇集的畫面 未出街才曝光 但是語氣就 令到在旁邊的粉絲 好不滿 不好意思 原來她不是拿手機拍攝 是拿相機拍攝 工作人員就問她 語氣就一般 為什麼你用長炮 即是長鏡頭 為什麼你拍照 你是否記者 你是哪間報館 不行 她們正在拍攝 自律一點 好不好 而另一個Fans 亦都被一個 男工作人員 問她的身份 不過相對 比女工作人員 語氣比較溫和 我覺得 如果是記者 她不想被記者拍 其實也很合理 可能只是說 她們的語氣有點不好 但事實上也是 你拿著長鏡頭 那麼高調 她懷疑 你記者也不太出奇 但其實問題是 我覺得Fans 一條片都看到 她都沒有回答工作人員問題 亦都沒有打算離開 所以似乎 Fans的態度 都有點 不太好 我覺得 之後呢 另一條片 看到 MIRROR幾個成員 被Fans 緊隨 一個女工作人員 就是關電梯的時候 對現場的Fans 據宗旨 據出鋪者 就說那個工作人員 叫做Helen 又鋪她和花姐的合照 即是鋪那個Helen和花姐的合照 另外呢 有一條片的Fans 就疑似 在工廠大廈走廊 跟著了姜濤 另一個女工作人員 就用 夾著粗口的 即是粗口的 說話來 學一些Fans 喂 你不要再拍了 但是由於那個Fans 就沒有停拍 即是沒有立即不拍 工作人員就再說 不要再拍了 聽到嗎 同時呢 就用手 拍鏡頭 所以令到鏡頭 移了去右邊 而影片呢 還有字幕配合 還說 還動手 似乎對那個工作人員的行為 就非常之不滿 這條片 在討論區就被分享了 引起網民的討論 有網民就認為 工作人員 怎麼都感到煩擾 即是整天都在這些問題 講粗口法事 似乎無可厚非 但是影片可見工作人員推Fans 似乎就有點過分 不過大部分網民都力撐MIRROR的工作人員居多 那我也覺得是 就連那條片 本身條片是Youtube片來的 分享了上討論區 都一致認為 被工作人員無禮貌地對待的Fans 是自己拿來的 認為CJ行為 不值得友善對待 而最新的影片也看到花姐也受不了出聲 要求CJFans 不要太近他的車 當然啦 有些人 有一些姜濤立刻就出來 我覺得你們不是姜濤來的 你們很討厭 關姜濤甚麼事 認為他們不是真心愛姜濤 就是CJ這班Fans 也有些網民 覺得工作人員很過火 說沒有Fans你們甚麼都不是 其實去年 MIRROR成員姜濤曾經表示 被CJ跟到回家 甚至有Fans在姜濤家門口 按鈴 和掃他的垃圾 掃附近的垃圾 收集站的垃圾 令姜濤的生活受到滋擾 因而就要搬來 銅鑼灣的 住所 在外面獨居 不過CJ跟跟蹤偶像的情況 似乎都沒有甚麼改善 另一個成員Edan 亦曾經嚴肅地在IG的限時動態 說跟Fans說 不要再去他家的樓下等 除了影響MIRROR生活之外 亦都影響他們工作 上年去到大家都應該記得 調教你MIRROR入面 去到煤窩 亦都因為太多Fans追著 搞到影響到拍攝進度 就連花姐都要出聲 跟Fans說不要再跟蹤偶像 十二指甚至在拍攝期間 在大街跟Fans鞠躬 希望Fans不要試追 好老實說 我深信 如果真是私追那班人 其實他們不是很喜歡 都不會去私追那麼瘋 不用上班 有空嗎 你一定是很喜歡的程度 所以可能 但是明白 這些行為 其實是變了 好心做壞事 你很喜歡他 但其實你是害了他 令到他生活受滋擾 令到影響拍攝 你不是疼你的偶像 不應該用這種方法去疼 所以要理智一點 工作人員也有情有可原 真的 每天都是處理這些問題 只是想做事 可不可以不要妨礙 你最多是斟酌回去的態度 可以好些 好啦 今天的節目就暫時來到這裏 記得按LIKE 看廣告 建設性留言 社交媒體分享 訂閱Patreon頻道 月費贊助 拜拜 再次分享 平日 我們下一個